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第一屆機動大小辯論賽 今天的辯論題目就是 衝口應用英納入小學過程 我叫你是有原因的 叫你 就是這樣 那你搞什麼 衝口對老司教 我覺得隊友已經覺得非常好 無色要做補充 你給我殺 你想死吧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第一屆機動大小辯論賽 我是今天的考官San Missy 這次我們請了兩個牙尖咀咪的嘉賓 上來跟我們大佬切磋切磋 我們歡迎第一位阿正 原來我知道 沒有人看到我 不用開 全職堅毅的精神 你不要聽我說過你有個故事你聽啊 我好喜歡你你好像我Kiki啊 我自己都參與了辯論比賽很多年了 都有上二十多年的歷史 我每一早起床都很喜歡辯論 每一早都有辯意 希望我今天可以最好的辯意 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多謝 好 接下來邀請第二個嘉賓是嘉琪 你好 大家好 我是嘉琪 我自己從小到大都沒有真正參與辯論比賽 最喜歡的辯論就是跟媽媽辯論 還有老婆 沒有 老婆適合了 老婆適合了 我最愛的是我老婆 我希望這次可以大派用場 好 接著就是我們台的大佬 Ronald 大佬好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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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後一位 好 最後一位是九虎 沒有獎 好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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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老師 各位評判你們好 我是九虎 對了 好厲害的 好精神 那我的辯論經驗其實我也是零的 跟嘉琪一樣 沒有禮貌分 但是我以前也有口事 都被稱為口技 等等 你說什麼 口技 口技 你通常哪裏實用 你喜歡用口的 用口 難道用哪裏說話 我們 我們現在分了組先 只要不是跟九虎一對應該都OK 但我想跟你一對 好啊 我交阿正給你 即是九虎會教我用口技 我不知道 你過去 先握手 你好 你過去 你過去 好了現在就成功分組了 有請今天的裁判 韜韜 警察 有緣 哈囉哈囉 哈囉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韜韜 韜韜 韜韜也介紹一下自己 我在2015年就開始打辯論 之後 也有帶過不同的中小學 去參加過 中英文辯論比賽 那今天呢 其實我只是過來學習 看這麼多位大哥表演 他很多年了 辯論比賽經驗 那我教大家辯論的第一要點 食肥煙 鞋子烏弱了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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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很大分嗎 大隻 不如我們先就座 好 好 我們先就座 然後公布我們今天的辯題 好嗎 先就座 各位先就座 現在就正式進入我們今天的主題 今天的辯論題目就是 粗口應用鷹立入小學課程 嗯 我覺得很應該 但看你的樣子真的不像粗口 你試一下說一句 給你一個氣勢出來 吵 短束而有力 短束而有力 這些 分享完了嗎 好 我們就很嚴謹的 我們很嚴謹 我們決定是用包剪鎚來決定正反雙方 那好吧大哥你猜吧 好 他們是要圓倒復書的 我去我去 我去 贏就是我們正 那輸就讓你們選褲吧 哈哈哈哈 褲哥 褲哥就是叫褲哥 你… 你想死吧 你想什麼 我想鎚 包剪鎚 包剪鎚 好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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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了 待會的比賽 就會分為三個環節 分別是 個人發言 自由辯論 和每隊總結 比賽正式開始之前 你們會有 20分鐘的時間 準備辯次 你們記得順便想你們隊的對名 好了20分鐘的時間已經過去了 那不如Ronal那隊說一下你們現在的對名叫什麼 我們的對名叫做 是不是有什麼創作靈感的 因為我們那個氣勢實度太強了 基本上我們的那個戰意就是 但我們不能夠那麼囂張 所以就用 好啊好啊 那至於狗虎這隊你們的對名叫做 你叫我的對名出來 好 我們是 即是怎樣 他們現在告訴別人你們有病 我們有病 希望評判可以給我們一點點分 評判 我這件事不可以立為同情分 你不可以這樣加分 因為我們九封同學會手震 我怕評判看到他手震的時候 以為他緊張會扣分 所以你先解釋一下 然後打底 我們是會有 隔座師 扣進 扣進 哎呀 哎呀 沒有賴尿 失禁 喂 是不是有多點分 現在由正方開始 你們第一位辯論員是 好 是家琪 家琪 哎 你的咪不夠 要教一下這些 因為呢 我想說家琪只有164 等我來 家琪只有164 因為家琪只有164 你們很不貼心 剛才已經比她高了 因為事實 其實真的不算人性攻擊 因為不是 因為事實是164 是165 是啊 OK 評判 好 你現在事宜開始了 好 開始 首先我在這裡 我很感謝評判 今天可以讓我在這裡辯論 亦都跟所有同學說 早晨 而我今天呢 要說的就是 粗口應立入小學課程 那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粗口呢 是歷史很流長的 我們很久以前 就已經知道有粗口這件事 那你看這個歷史文化 我們是不應該呢 就這樣忘記了它 所以我們應該要由小學開始 就培養 讓小學生知道這個歷史文化 而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你越早學 就可以越早知道這個粗口 如何去應用 因為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 說粗口不聰明的人 就會亂用 譬如很簡單 譬如很簡單問你 你吃了飯了嗎 那有機會有人擺錯位 就是 你吃了飯了嗎 其實整件事是不通的 或者是 你吃了飯了嗎 對 吃了飯了 所以 不要不要 不要拆了 而且為什麼小學就要開始學呢 因為小學的時候 他們那個吸收的知識 是最快最好的 粗口就像性教育一樣 很多家長會很害怕 好像很避忌 不要讓他學 太早接觸了 其實沒有早的 他應該要學的 他越早學 就越早知道這件事 如何去應用 你說粗口都會說得有條理 就不會再亂說 因為很多時候 說粗口都好像 有人以為 我發怒 不懂得說話 其實不是 我 是有原因的 是有原因的 因為我正在贏 那樣東西是一個氣勢 也是一個 你信心的表現 當然 既然我們找到老師 專人去教小學生 去講粗口制 告訴他們 千萬不要亂用 因為這些東西都是具攻擊性的 所以你要有一個正規 去學習 那就十分之好 好啊 好啊 好厲害 時間控制得很好 好厲害啊 好厲害啊 霍家琪 那來到散方 你第一個代表 就是我了 就是我 好 給點氣勢 很需要 對 我氣勢 In my mind OK 等等 你幫我的同學 再加高子麥 因為你跟家琪都差很遠 始終還是差很遠 都真的差很遠 九虎同學 你準備就向我們示意了 好 嗯 OK 可以開始了 各位老師 各位評判 你們好 今天我要講的東西是 很多的 我們今天講的題目是 應該將粗口教育 納入小學課程 而我覺得 我是絕對反對這件事 我覺得根本就是多元的 這件事 粗口 怎麼會在學校裡學的 你們平時接觸粗口的地方 其實已經很多了 例如我們電影 我們看很多鄭忠基老師的電影 嘩 他懂得選 萬一我們將這個粗口課程 列入了小學的教育課程度 那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粗口變得正式化 那有什麼問題發生 會有粗口比賽 粗口課堂 粗口考試 整件事錯了 整件事錯了 我都OK 整件事錯了 因為粗口是人的興趣 我們應該圍著自己的興趣 努力進發 我們的對名是什麼 鄺俊 答中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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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看人民問候 多謝 喂 我們聊的事情 他一句都沒有說 他從頭到尾都只是跟著自己 我說不是這樣 我想你 留給你說 好 你們先別內控制 接下來我們又回到正方 是由Ronald的第一次發言 加油 大哥 你記得向後面示意 你準備好的時候 多謝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我的隊友 歷史聽過 我現在說回現時 現在科技這麼發達 很多小朋友 在小時候 已經會接觸到 iPad 手提電話 電腦 他們上網的時間 都是無可避免 會接觸到粗口 但是他們年紀這麼小 接觸到粗口 你不去教導他們的話 他們就很容易用錯 所以我覺得 應該納入小學這個課程 是讓他們可以正確運用粗口 也可以提升小學生 變是非的能力 很好 第二個論點 我就是覺得 粗口 當然 在街上都會聽到 當你問爸爸媽媽 那時候 爸爸媽媽可能會有點尷尬 像性教育一樣 他會說 遲些大一些 但到太大之後 他們可能已經亂交不容易 已經搞了一個大頭髮出來 各位家長 我希望你們都同意 將粗口 去納入這個小學的課程 多謝大家 你還有三十年 還有三十年 還有三十年 我送給你們 多謝 好啊 來到反方 好啊 加油啊支持你 加油啊 好難啊 炒了你 你要減低一點 因為你只有一三幾 對啊 因為我只有157 真是矮加其出CM 你準備好就向我們示意了 唉 嗯 那麼多位 首先很多謝大家 給我這個機會 那我今天有一點點尷尬 所以我先向評判說 不好意思 因為有時候呢 即是尷尬 或者 嗯? 啊 sorry 不懂事 他不懂事 好那我們計過一次事 是不是 給他啦 好給他啦 不好意思 那麼多位 帥仔 美女 各位大家好 多謝大家 給我這個機會 參加這次的比賽 但是我今天少少不舒服 有些聲紗 所以我想在這裡 跟我們的評判說 不好意思先 因為有時候 聲紗是很難聽的 難聽過粗口的 但是呢 其實粗口呢 我們由始至終都沒有覺得 別人是不應該學 我覺得應該要學的 但是這件事 是不是要在小學課程度上學呢 我們就有點懷疑 就是你們做了別人的老爸 就是很typical的 就是怪獸家長 什麼都給學校教的 那你搞什麼啊 那我學校的老師教 我今天家教是很重要的 即是 剛才就有一點沒有家教 sorry 那我講一個家教的例子 剛才在休息室的時候 Ronald大哥就跟我說 他經常都在家講粗口 有一天 他女兒搭車經過的時候 就看到一些景點 被圍籃 圍板圍著了 他女兒就冷不防地說了他 你沒得看了 你可惡 哇 精準 到位 完全形容到他當時的 情緒和心情 粗口就是尤其是這麼重要 所以我們覺得 不可以只上課 日常都要浸淫 我們現在很流行的 什麼浸淫式的 什麼展覽 我們要浸淫式的粗口 不要教我 日常都在家裡教 日常都在家裡說 日常都在家裡說 從開教開始 其實我覺得 要有粗口莫紮得 那些CD大碟 其實你也可以出一隻 粗口原聲大碟 送給女兒 因為我覺得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吸收 好像粗口 文化來的 文化這件事 學校無法教 就像是fashion sense 學校無法教 是要慢慢浸淫 慢慢在電影 音樂裡面能夠感受到 就是你聽到 為何阿叔說的粗口 和LNF唱那句 彭佳寧 因為我不說的關係 大家就意會了 會有不同的層次呢 還有因為這個粗口 是個人的興趣 我覺得興趣 放進文字裡面 很沒趣 如果我有興趣 也沒有興趣 就是因為我們都知道 好啊 粗口 你知道嗎 要有這種節奏 我明白 多謝 多謝 粗口 是這麼重要的關係 好啊 謝謝阿鄭的發言 他好像幫了我們 粗口這麼重要 直接幫了我們 就是要學 接下來 就是大家期待了很久的 自由辯論環節 那我就講講 辯論環節的規則 自由辯論時間 辯論完的發言次序 時間和次數都不受限制 但是 一對的發言時間 不可以超過五分鐘 隊員必須緊接發言 如果中間有空隙 計時仍然會繼續 一方發言時間用完之後 另一方就可以由一名 或者多名隊員可以繼續發言 直到該隊餘下的時間 用完為止 好 沒有不明白 就看他們開拓啦 很想抽我們就抽吧 醜喔 你們是不是準備好了 對呀 完全沒有擔心的 太強了 好 準備 1 2 3 首先剛剛在抗進隊 他們說的那個 我們夾狀師抗進 他們提議的論點 都是十分之好的 我們都真的沒有想過 但也想說 就是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你說的比賽 其實是一件好事 你說為什麼 粗口 要做課程 之後會令他們應用 然後可能會經常說 到時怎麼辦 可能搞初口比賽怎麼辦 那就好 那件事就更加專業 另外你說到那個興趣 如果我把它變成有興趣 但你拿來上課會很辛苦 那你就可以把它立入為 興趣班 沒有問題 那件事都可以成立 是的 同學已經說了一個最重點的東西 就是可以立做興趣班 我想問興趣班 是不是小學課程 是 其實是可以做小學課程的 因為興趣班 其實都是課程的一種 OK 我們說的興趣班 是外面學 還有學會 但這些都不會是小學課程 如果我的學校有一個攝影學會 請問我們的小學 是否真的有攝影課程 好了 你說到這個興趣班和小學課程 其實是一齊的 如果沒有小學這個課程 就不會有這個興趣班 對 所以都是一齊的 我問一下 那專心算班 現在是否真的在小學課程中 好 我現在說的是 粗口櫻朵納入小學課程 不是你的專心算班 所以 所以 為什麼 為什麼 他坐下了 你來 你來 我們用性教育來做例子 其實性教育這些東西 當然是收起來講才好看 上課講哪些是有興趣的 我那時候完全看得不興奮 那時候 對了 還有另一件事 就是 現在很多學校的粗口 其實根本就是錯的 我記得我以前 小學 我記得我以前 小學叫時候 我就因為在樓梯口 和旁邊的Miss Wong 說一句 哈哈你真是白癡 他誤我了 他說我說粗口 唉 根本就是錯的 老師教我的 好 首先我想說回 他第一個是說什麼 他好像是說 那個 性教育 其實呢 那我就很尊重你 對性這方面沒有興趣 很開心 很開心 很緊要 很抱歉 很抱歉 我覺得是因人而疑的 每個人的興趣都不同 當然 小數人對性是沒有興趣 小數 都會尊重的 至於你剛剛提到 你的經歷就是 我小學的時候 不小心跟老師說你發癡 他就說你講粗口 這就是正正的問題 就是因為大家都避開了 沒有正統去教 所以他就覺得你說錯 即是粗口有幾個字 小狗 臭梯 這些 那就是粗口 告訴你 發癡不是啊 那你就不說錯的 我又想問一個問題 如果我們課程給講粗口 但平時校規不給講粗口 那為什麼呢 如果立入了一個課程 是教粗口 校規就不會有那條 不給講粗口 現在性教育 其實是不是在這個 小學課程裡面 我真的問 你真的不知道嗎 算不算是 有啊 小學已經有教了 但是是不是小學課程 是某部教學校已經開始教了 可以這樣對話嗎 你們有信心小學生一定學得識 你覺得他們有沒有辦法可以掌握到呢 我覺得小學生一定是學得識的 因為我自己的女兒都已經 沒有教她都已經學到了 所以一定要是一個正統去教她 還有我想說 為什麼小學生 為什麼小學生 為什麼小學生開始學 要小小就知道 有時候 老爸老母的耳朵不是很好 但是有人在吵他老爸老母 他聽到 老爸有人在吵你 那我老爸都知道嘛 我們還有這麼多時間證 還有三分多 我們不能反駁嗎 沒有了 欸 站在一起站起來 沒有保證的 站起來吧 那一起站起來吧 撞一撞膽 你說吧 我先說吧 我先說吧 我現在開始有點亂 好 我們就說實行性 因為我從頭到尾都沒有解釋到實行性 怎樣為止對 怎樣為止錯呢 我又沒有說 因為 粗口本身就是一件 本身沒有標準的東西 粗口是人說出來的 亂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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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要納入小學的課程 歷史 沒錯 如果歷史就對了 我正想說歷史這部分 那我就教粗口歷史 就行了 那為什麼要教粗口的 為什麼要納入一個課程呢 因為納入一個課程的時候 你就一定要有標準 你就要有聽說讀寫 你就要有合同錯 你要有評分標準 那這些sillibus 怎樣去實行呢 有得到什麼 你沒有說過 好了 至於這個性教育 性教育 其實我唯一都是無納入一個小學課程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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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交插入 沒有交插入 對了 你教點不教點 你納入也沒有用 但原來你的性教育 都是教點不教點 你用這個來做例子的話 那就沒得類比了 其實都沒有意義 要放進去小學課程 即是你原本最大的意義 都達不到目的的話 那為什麼呢 你完全是 沒有辦法可以說服到我 為什麼要放進去小學課程 還有我都說過 是笨化來的 因為我剛剛同錯 即是 現在這個社會 就是教我 我喜歡英俊 高富裁是最好的 但我是喜歡沈家琪 Headshot 最後我想說的就是 如果真正對著我說髒話 我一定不會打金牌給他 那到時 那作為一個 沒禮貌的小朋友 還會否支持 把髒話放進這個 小學課程 是 我覺得隊友已經說得非常好 我沒有需要做補充 剛才你給我30秒 還給你 送給你 好了 我們現在來到 每隊總結的環節 每隊就派其中一位 代表成員做總結 你們已經決定了 那就由反方開始 我寫 我還沒寫 等我想想 你可以用這兩分半想 你可以慢慢走兩分半出來 未未計時 評判未計 但其實你這樣也是 有點不尊重 我不專業 走上台有什麼不專業 我還是想不到 你OK 我們就開始了 好 好 各位 再一次謝謝大家 讓我回到這個台上 我也再一次為了我先生而抱歉 因為要說兩次這麼長的 speech 是很辛苦的 那就沒有意思的評判 其實我們的同學 由頭到尾都說 我們要教他們說髒話 因為其實說到尾 他們最核心的想法就是 髒話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世界都應該要說髒話 如果我從小到大都要教他們的話 其實是合理化髒話 我覺得合理化的話 都沒有什麼問題 但我們試幻想一下 當全世界都有髒話的時候 髒話 髒話 我覺得他們騷擾我 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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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當全世界都可以說髒話的時候 其實髒話就不是髒話 這個是自學問題 如果你說髒話為什麼是髒話 就是因為它有帶點神秘 禁忌 我們再試跳宏觀去想 我給小朋友去說髒話的話 即是說你覺得學髒話沒有問題 如果學髒話沒有問題的話 即是髒話已經被接納在我們生活當中 就已經不是髒話了 到時還是髒話呢 已經是證實不到這條變態了 而且 由始至終 他們都沒有說到實行的方法是怎樣 即是那個syllabus是怎樣做到 同學又沒有解釋 所以我很疑惑 我失敗了 即是不是輸的 而是失敗 他心底的聲音 我覺得我是有些少許迷失 而且你說到 從小開始教起的話 為什麼是小學呢 我胎教也可以 為什麼一定要是小學呢 為什麼不是幼稚園呢 所以我覺得 其實同學由頭到尾都是靠我 空 不是這個 就是空我的空 那就很兇 好 感謝阿正的發言 好 來了正方 家綺做總結 家綺啊 對 不用教了 跟我差不多 首先 多謝各位同學 多謝我的隊友 多謝評判 我再一次在這裡說我的總結 其實我們只是說 他應該要從小就要學懂 什麼是粗口 然後粗口 什麼時候用 怎樣用才對 我們什麼時候都在說這 而你剛剛說的一個項目 就是 你有沒有說到怎樣實行 其實正正就是 因為我們要立這個課程 才開始會去談 怎樣去實行這件事 而你講的對與錯 其實 基本上大家都有個認知 其實粗口就是不應該亂講 至於你說 為什麼是小學 不是幼稚園 很明顯這個 都是有分到 其實那個學習的程度的難處 為什麼我們小學的時候 才可以學一些更多的句子 幼稚園只學A、B、C、D、E 而我們覺得小學對數 就是因為小學 其實都開始慢慢渗試了 一點點性教育 其實在這方面 你也知道粗口 某程度和性 是有一點點關聯的 即是那些吊字 所以我覺得在小學的時候 學就是完美 就是對的 至於你說 那小朋友講粗口 沒有禮貌 我不喜歡 對呀 我認同 我都覺得小朋友 是不應該講粗口的 但他不知道,所以我們就要找老師教他 如果他是一個課程,那件事多正規,多好 所以我完全贊同小學的時候,就要納入這個粗口課程 Thank you 很好啊 好,我們的專業評判韜韜已經有了裁決 那又交由你公布 好,那經過剛才30秒的心思熟慮之外,這場辯論比賽真的非常精彩 你是不是全部都是學客套的? 是呀,是呀,是呀,是呀 他那種流利是他每一場比賽都是這樣說 是呀,是呀 雙方都很厲害,很專業 細胞力敵 那經過考慮之後,那今天就由 因為我贏了你 什麼都給學校教的 那你教什麼? 今天就由 萬方勝出的 我怎麼來啊? 你認識不認識的 等一下,冷靜 你不認識,左操口就說了 你不認識,現在平均了 方圓,我幹什麼事 正方主線納論方面,其實說了很多關於歷史或現代的事 但一直都沒有解釋到底小學課程有多突出 你們的納論和小學課程沒有太大關係 其實中學課程換了一個餡料後,中學課程都一樣 但是反方做得很好的話 就是不單止指出了你們的立論問題 我覺得整場最好的就是阿靖 走出來幫人家教咪這個行為是最好的 原來…原來我… 懂得玩啊,以後便是教咪 教咪啊 我幫你教這支咪 學到東西,學到東西 不要緊的,我們現在開放投票 給各位觀眾看完,自己去投票 好啊,那也恭喜你們那隊 可以獲得精美的獎狀 好啊,真是健靈 大便隊 對呀 恭喜… 謝謝你幫我教咪 由教咪那一刻開始,我已經對你有一種尊敬 我試了,只是教咪 不過你真的教錯了,因為我是165 164 1,2,3 但是呢,我們都很成功地舉辦了第一屆的激動大小辯論比賽 那我們下一屆呢,我們就看看它能不能夠… 閃亂了 蛤? 是要打? 我們就會搞一個激動大小二辯論比賽 OK,我們到時見 好 Bye Bye